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 我是慧文 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前特首梁振英老婆被美国运通追债 外企撤离中国 印度被看好成亚洲新经济引擎 习近平考察四川眉山 全程不戴口罩防疫政策有变 李佳琦纪念六四直播避风 淘宝618救物截孔损失惨重 中国家长助考洗尽招 肖香祈福做法事 男士着旗袍 美媒放风川普或提前参选 川普顾问否认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前特首梁振英老婆被美国运通追债 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 香港前特首梁振英老婆梁唐清怡 近日被信用卡公司美国运通 美国运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追讨9万3千多元欠款 不少网民讽刺她使用美国信用卡 涉嫌勾结外国势力 梁振英的老婆梁唐清怡 而因未偿还信用卡欠债 8日被信用卡公司美国运通日品区域法院 追讨大约9万3千港元本金和欠款利息 根据日品状 原告是美国运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是梁唐清怡 涉事债项本应在今年4月底支付 信用卡公司曾在5月初向梁唐清怡发律师信追债 但对方未有回复或还款 日品状址根据合约条款 答辩人所持有的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 欠款罚息是年利率35.3% 至今年4月28日 该信用卡签证额为93,155港元 申索人多次要求被告还款 包括在5月4日发出律师信 但答辩人仍未偿还上述签帐或欠款利息 于是日品区域法院追讨本金 以及今年4月29日起计算的预期罚款 梁唐清怡9日傍晚向传媒确认 她在5月前收过美国运通的信件 要求她还钱 但信件没有列明具体还款金额 又说在与美国运通经过多番沟通后 已经在上个月中称还对方指的所有欠款 直至上周五对方又来信说还有几千元 于是在9日也缴交款项 梁唐清怡说 不明美国运通为什么会入品 她会和对方再作了解 事件引发网民热议 不少香港网民讽刺梁太使用美国运通信用卡 是勾结外国势力 为什么要用外国势力的银行 勾结外国势力 违反国安法 还有网民叫梁太学李家超向法院申请豁免刑罚 当年身为第三任特首夫人的梁太 因各种出位言行饱受港人咎病 例如梁太当年回应时事评论员 蔡子强的文章那时 曾批评蔡无知冷血 梁博黑毒 又说知道蔡子强是大学讲师那时 不禁到抽一口凉气 她的采访片段被网民二次创作成为一首 名为一口凉气的姚舌歌曲 其实这类违规事件对梁太来说并不是个别事件 在2016年3月28日 梁振英的女梁仲恩所乘搭的国泰航空CX872班机 由香港飞往三藩市 她不小心在机场进行安检那时 为留守提行李在禁区外 她妈妈梁唐清姨要求航空公司职员 将行李代送到禁区内 但职员说根据机场保安规定 乘客必须亲身去到禁区外认领行李 和重新办理出境手续 但梁唐清姨不同意 并一度尝试线厂禁区 在机场大闹50分钟 梁仲恩之后打电话给爸爸特首梁振英求助 又把电话交给相关职员接听 当国泰职员接听电话 向梁振英说梁生你好时 梁振英就说叫我梁特首 向职员施压 要求职员尽快帮她的女儿拿回行李 民间笑称事件为我巴舌梁特 爱企撤离中国 印度被看好 成亚洲新经济引擎 研究学者格里昂 6月8日在美媒赞文说 由于中共对美国同盟友的威胁 和它对中国社会的严控措施 西方大公司正是撤出中国 与此同时 印度或将成为取代中国的最大和最重要的经济体 被看好成为亚洲新的经济引擎 格里昂在他的文章写话 美国总统拜登在5月23日 启动了印度太平洋经济繁荣框架 IPEF 该协议只在加强参与国之间的经济伙伴关系 以增强弹性 可持续性包容性经济增长 公平性和印太地区竞争力 参与国包括韩国、澳洲、文莱、印尼、日本、马来西亚 纽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或者最重要的是印度 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在协议启动后没多久发表评论说 随着企业开始越来越多尋找中国以外的替代地 印太框架中的国家将成为 美国企业更可靠的合作伙伴 尽管世界上很多最大的企业都是投资中国 但趋势似乎正在发生转变 更多这类企业希望跳槽 并在其他地方摘根 也许印度是替代中国的一个可持续 有吸引力、高利润的国家 如果是这样 那预计去到2027年 印度将超越中国 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 可能会成为亚洲新的经济和工业强国 长期以来 中国更具体地说是中国共产党 一直是亚洲的主导声音 根据经济学人最近一篇文章 中国似乎正是失去它管理经济的武实方法 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黑板 有意无意忽视了现代世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现实 在中国开展业务时 越来越多公司 尤其是美国公司 已经意识到风险远大于回报 企业要在中国经营 就必须完全服从中共 屈从于它的每一个愿望和每一个要求 合规是关键 是没有商量余地的 随着中共继续进行它的清零政策 北京和上海等主要城市的几百万人 实际上是被软禁了 那些可以离开中国的人正在离开中 其中包括苹果和Airbnb等大公司 在IPEF推出几个小时后 总部位于旧金山的Airbnb宣布 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从它的受欢迎平台上删除所有的中国房源 同一时间 CNBC电视台首次报道说 Airbnb继续在印度市场投入更多资金 Airbnb在它的网站上说 最近在印度的邦加罗尔建立了一个技术中心 那是亚洲的直谷 该中心只在创造当地的熟练工作崗位 在初次阶段需要几百人 在未来还会扩大 习近平考察四川眉山 全程不戴口罩防疫政策有变 6月8日 习近平到四川眉山市考察 走访了东坡区泰和镇永峰村 三苏池等地 全程没戴口罩 官媒报道说 习近平主要关注农田建设 和粮食生产状况 有分析说 目前中国的经济和粮食恐怕已经陷入危机 中共的防疫政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据中共官媒报道说 8日上午 习近平在四川眉山市 先后考察了东坡区泰和镇永峰村 三苏池 了解当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 加强粮食生产 推动乡村振兴 做好中共病毒疫情防控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等情况 网民发布的影片显示 习近平在考察期间 全程没戴口罩 而随行官员也没戴口罩 只是在某几个室内场合 个别的当地官员或民众戴着口罩 中共官媒发布的照片显示 习近平和当地民众互动时 还是按照以前的模式 民众被安排围成一个大圈 习近平站在圈的中心 远远向着民众说 和以前不同的是 习近平和现场的民众都没戴口罩 在官媒的报道中 疫情防控被放在农田建设 粮食生产和乡村振兴之后 网民分析 中共在强制清零的政策上 或者已经开始松动 要转向了 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大规模风控 导致经济严重下滑 甚至影响到粮食生产 中共当局可能已经难以应对 来自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面的压力 恐怕将不得不调整防疫政策 报道多次出现 习近平站在水稻田间的照片 分析说这个可能是暗示着 粮食危机已经迫在微截 接下来 中共当局可能会在加强粮食生产方面有大动作 李佳琦涉纪念六四直播被封 淘宝618救物折控损失惨重 大陆直播带货能力最强的网红李佳琦 自从6月3日直播被突然叫停后 至今未有恢复的迹象 就在这个月中旬 淘宝一年一度的年终庆章登场 如果李佳琦在那时还无法恢复直播 不单与他签约的商家损失巨大 对近年不断被整肃的阿里巴巴集团来说 也是巨大的打击 5分钟卖出15,000只唇膏的李佳琦 是大陆直播带货界的天花板 就连很多明星的带货能力都不如他 但6月3日晚一场直播后 几百万粉丝再没在直播平台上看到 这位网红的身影了 当时李佳琦在直播间 用蛋糕拼出一个坦克造型后 直播被突然叫停 不少人翻墙了解信息 才知道第二天就是六四事件 三十三周年 而李佳琦在纪念日前直展示坦克的行为 对北京当局来说相当敏感 从上星期五至今 李佳琦的直播间就没再更新 他的微博亦停留在6月3日 鉴于中共当局对足及政治问题者向来不会手软 很多粉丝担忧李佳琦恐怕会被长期封杀 8日后就是淘宝的618年中兴 再过5个月 是淘宝的双十一购物节 如果李佳琦短时间内无法复播 那对近年来不断遭遇整肃的阿里巴巴集团来说 无疑是雪上家乡 去年4月 阿里巴巴因违反中共反垄断法 吃了一张182亿的天价负担 再往前几个月 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被称作史上最大的IPO 也被叫停 香港南华早报援引营销咨询公司 WV创始人Miu Li的话话 李佳琦的缺席将对今年淘宝618购物节 参与促销的品牌不利 关于李佳琦是否可以恢复直播 淘宝6月7日没有即时回应同样作为阿里巴巴集团 旗下南华早报的置评要求 报道说对淘宝来说 要弥补这场涉及李佳琦造成的销售额损失非常重要 因为年中的618购物节是衡量消费者支出的重要情语表 之后的双11购物节更是世界上最大的年度零售胜汇 中国家长坐考洗尽招 烧香祈福做法事 男士着旗袍 一年一度的高考 紧张的不单只是考生 还牵动无数考生家长的心 有些家长为了能让孩子考出好成绩 入到心仪的高考 可以说是出尽各种招数 今年还爆出闹剧让人提笑皆非 据知在高考首日6月7日 江苏南通一个家长在家为孩子高考烧香祈福 燃烧的香火引发一场火灾 还有家长在考场外做法事 甚至有男家长着想祈祷 为的是让孩子期开得胜 据陆媒6月8日报道 在6月7日高考第一日 江苏南通一个家长在家点香 希望为高考的孩子祈福 但该家长在离开时忘记熄灭香火 香火烧到床墊 引发火灾 据说当时火势严重 影片显示横梁烧成焦炭 墙被昏黑 地上一片狼藉 报道说起火后 护主想起床下底还有部分现金 幸运的是在消防员撲灭火种后发现 现金完好没有被销毁 所幸的是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有评论认为 很多人烧香拜伐不是为信仰 而是寻求一种利益常的交换 我给你香油前 你保佑我身体安康 全家幸福 高考上榜 即为晋升 生倒仔 财源广进 还有网民上传的影片显示 很多家长在考场门外的马路上做法事 考场带门外香火鼎盛 还有一些家长特意着上红色的旗袍 说要拿个期开得胜的好意头 也有家长手拿着一支向日葵 高举过头顶 而有趣的是 就连很多男家长和男教师都着上旗袍 招摇过市 说是为考生加油祝福 有网民就评论说 如果着旗袍就可以期开得胜 我早就把家里的竹籽煮了 搞个主席当当 还有网民出招 他们说着旗袍 寓意其开得胜 我说不如一人背着一个棺材 寓意更大更深远更直观 因为你们高考的终极目标 都是为了考个公务员升官发财吗 据报道 今年的高考语民和数学似乎特别难 试题公开后 网络上一片哀号 语民全国甲卷的题目 提到《红楼梦》的背景内容 要求考生根据内容所引发的启示和思考作文 有网民直呼 曹雪勤看了都要把《红楼梦》试了 全国高考挨卷 数学难出天祭 今年高考数学难等话题 也占据了各大网络平台以榜前列 美媒放风说川普或提前参选 川普顾问否认 有美媒近日放风 前总统川普可能会提前到今年7月 就宣布参与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 川普的长期顾问米勒 说这个传闻是不实说法 又表示川普还没决定是否参选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发出的消息说 川普的身边人告诉该媒体 川普在海湖庄园感到焦虑无聊 所以有意最早在今年7月就宣布 参选2024年的总统大选 但川普的顾问米勒回应说 消息不实 在多个场合 川普都表示他会等到今年11月中期选举之后 再宣布是否参选 而且他对自己是否参选尚未作出最后决定 川普发言人布多维奇日前也表示 他看到大众期待川普回归 但他并未提及川普回归的时间点 这个大众更关心的问题 西部保守派高峰会近日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 佛州州长德桑帝斯的支持率首度超过川普 有74%的民众支持德桑帝斯在2024年参选总统 超过川普的71%支持率 不过在其他多个相关民调 川普的支持率仍领先于德桑帝斯 德州参议员克鲁兹 前国务卿蓬佩奥 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斯科特 和前副总统彭斯等多位共和党热门参选人 有分析说 德桑帝斯在中共病毒疫情巅峰期间开放佛州经济 还通过了几项符合保守派意识的法案 令他在地方和全国保守派的支持度水涨船高 对整个保守派都是好事 也证明保守派的政策选择和做法正受到选民的侵来 而且德桑帝斯的所为 也是在川普美国优先概念下的作为 史丹福大学胡法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陈汉森教授近日易证文表示 无论2024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是谁 都会延续川普时期的政策 新闻播放完毕 多谢大家收听